沒有興趣科佬了 他有麻的那些 但大家有興趣 現在科佬是不要再說這條混蛋了 就是這個講杭州馬某事件 其實是不是有人炒股票呢 我想問一下 是啊 我不知道 似是做事 是不是 但是做事 現在誰是似作勇者 是央視嘛 央視 是啊 大佬沽空了 阿里巴巴的發達啊 大佬 是啊 所以我想你中證監應該查一下央視 是不是真的有些蛇蟲鼠藝在裡面呢 就是有些害群芝麻 在那裡借機逃離 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也都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 這個有什麼風吹草動呢 現在就是一個中國的惶恐時刻來的 其實他的報導呢 央視裡面就沒有說是馬雲的 就是說杭州的馬某 就是來自某科技公司的馬某 就是因為觸犯這個國安 就是這個 不知什麼勾結外國勢力 發佈什麼什麼 威脅國家安全的訊息 那大家就自動對號入座了 那馬某某 馬某的公司就跌了10% 大佬 很嚴重啊 大佬 這個阿里巴巴的大象 跌了10% 後來就再澄清了 不是馬某 是馬某某 那大家又猜是不是馬化騰呢 原來又不是啊 他是做硬件不是做軟件的 那其實就變成了 就連環就二次傷害了 就是一次傷害呢 就傷害了馬雲的阿里巴巴 二次傷害呢 就是馬化騰的騰訊 是的 而問題就是說 damage is done damage is done之餘 其實你 喂大哥 如果誰 你很簡單 就是 選擇今天去做 我覺得這個嫌疑很大 因為上個星期 就是《華爾街日報》 就爆了一宗資料出來 就是說看到習近平 他政策上突然間 就突然間放鬆 收腳 因為之前呢 其實不是說之前 去年 去年就是習近平 對很多民企 尤其是科技巨企 就是監管得很嚴謹的 尤其是你雙馬 就是你馬雲也好 就是這個馬化騰也好 跟著你現在去到TikTok那些也好 都是這樣說要管三管四的 那現在呢 突然間上個星期 就有一宗消息出來 就是《華爾街日報》有報導 就是說 習近平要提振 提振經濟 是這麼喜歡說的大型字 李家超的說法 就是說 在討論著 加快大型的基建 除了加快大型的基建計劃之外 也都希望那些科技巨企 發揮一個關鍵作用 支撐回經濟 發覺自己管這些科技巨企 管得太過分了 所以現在在研究 是不是對他們呢 其實是 放鬆一點 餵一口砂糖給這些巨企 其實 如果《華爾街日報》 報了一宗新聞出來的話 理論上市場反應會怎麼樣 利好的嘛 地好處之後 突然間弄個馬某 是不是夾了 很簡單 因為他這宗消息就是講 他這宗消息就是講 其實他在家裡有個時間 其實是說 在五一之後 五一之後 這些網信辦等的監管部門 就會和這些科技公司開會 就是研究怎樣去 用稅來取代什麼 我記得 總之是 就是怎樣去利好這些科技巨企 理論上 我們今天應該會有好消息 整個 就是你和科技板塊那些 大陸的科技板塊那些 就已經升上去 但是你突然間 你弄個馬某出來 是不是夾了 如果你說買了PUT那些 不是買了Call那些 是不是很混蛋 是 不是很清楚的 整件事 是 還有我覺得 不會想不到市場敏感的 這個央視 是 是 你這樣說的話 你就是在暗示那些馬雲 我收到香港的朋友 有韓州 又是韓州 又是馬某 是吧 國安 之前螞蟻上市等等 很多次大家知道 他和監管機構的過節 就自然是馬某了 好了 胡錫進就澄清了 走出來就說 不是 他問他有關當局 是馬某某 那大家又想想 會不會是騰訊馬化騰 那沒理由馬斯克 馬斯克不是姓馬的 好了 接著就是 大家想想 咦又不是 是 原來也是這個 所謂某科技公司 硬件 其實可能是一條 彈散桌子 是啊 所以我就說 你整件事 很古怪 其實 就像是炒股的東西 我覺得是 但是也是反映到 現在什麼呢 就是 整個大陸的政治 環境進入了一個 叫做 暴風捉影的年代 是啊 越是接近二十大 加上 封城所引發的 這個內部鬥爭 就全部都是暴風捉影 現在是 嗯 就是大家想 馬雲是不是反對 這個習近平的封城啊 因為你知道 整個南方 都是受苦 這個蘇州 蘇州市已經說 頂不順了 不搞了 這樣 不搞這個 維風禁測 禁足 維風檢測 這樣 嗯 但是其他那些 你又看到越做越瘋 包括杭州那些 沒有48小時 核酸不准上車 嗯 就是不准公共交通 這樣 嗯 所以現在我覺得 像是 大家都在玩 show hand 越玩越大的 嗯 另外一邊呢 就是 反過來 拿回紅旗 現在中共的極左派 不是習近平 我覺得 而是習近平的對家 幫他加速 是啊 幫他加速 一路傳出 不要放寬地產監管 其實是韓正的 嗯 嗯 就是要繼續打擊這個地產 韓正和胡春華 韓正和胡春華 堅持 劉鶴 你看到退市問題也是 劉鶴是甲派來的 劉鶴是最先出來安撫這個美國的機構投資者 最初鶴派就說到 退就回來香港上 這樣 結果香港 廣交所就打算吃大茶飯 結果一粒飯都吃不到 現在 嗯 嗯 它反過來 反而就是跟從美國的監管要求 以及叫美國的投資者要有信心 機構投資者 嗯 所以我就說現在很奇怪 古怪在香港 也討論過香港問題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習近平就說 香港問題就到此為止了 不要再推下去了 嗯 但是現在不是 似乎另外一條反襲的路線是極左的 現在是 將香港推到盡 是啊 其實你把李家超上去就是 已經是的 這個是極左的路線 這個就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韓正會不會在關鍵時刻 都會出面去做一些加速動作的 其實你說回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就已經是 我記得就是在2019年 是吧 2019年的時候 其實整個中美貿易戰的談判 就結尾了 去到5月的時候 那時候劉鶴就拿了一份 就是已經跟 就是 大致同意的草稿 拿回去 是的 就拿回去政治局開會 開會的時候 其實 就是 劉鶴其實都可以代表到 習近平的聲音了 已經是 但是突然間 在會議裡面 就有人發難 那個就是韓正 就是說 啊 這樣都簽得 那還不是喪權辱國 是啊 一四個字蓋下去 是啊 突然間他拍桌是喪權辱國 那最後就把習近平夾爆了 然後很簡單的事情 之後的事情就是 最後你竟然夾我 那我就拿一支紅筆 在那些草稿裡面 不斷打交叉 然後就很豪地說一句話 有什麼事我負責 負什麼責 哪有人來得理何 最後就被人家加關稅 你怎麼負責 哈哈哈哈 是啊 實際事情就是這樣 香港問題就是韓正的portfolio 是啊 他是這個廣告小組的領導 是啊 所以提拔李家超的 這個視錄架設在那裡 你怎麼改 你怎麼改 如果你說和西方和換關係 這個是總路線的 香港就不應該用李家超 沒錯 是不是啊 起碼都是林鄭連任 嗯 好了 你用李家超這個已經發出 一個相當的strong的信號 給美國人看的了 香港會更嚴厲更嚴苛的了 現在簡直是放一個 這樣的keeper在那裡 放一個惡狗在那裡 那你就是叫西方的 這個撤資的了 其實 在香港撤資的了 總部可以搬的就搬了 那你到時候 現在就叫做大陸的超合作運動 幫習近平加速 現在是 是啊 你說封的嘛 封到盡 是不是 你看南昌那些封得很厲害 但是只不過沒有人報 其實是 上海就是 多人出聲 所以多人報 是不是 已經影響到經濟出口 你看那些全部物流 公路封了 那些貨車 下不了 出不了去其他的省市 自己的物流都停了 所以就說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 這個馬某事件也是一樣 你永遠看不清的 表面上是一些新聞 實際上是權鬥 而這些權鬥永遠都是一些迷 黑箱作業的東西來的 所以你看中國政治疲勞 疲累就是這個原因 是 所以就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尤其在二十大之前 大把花生吃 喂 我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的 接放了 多謝各位聽眾 Angel Lee Same Me G 這些農友支持 大家繼續可以在這個節目結束之前 也可以課金支持我們這個城寨 繼續走下去的 明天就是這個城寨新聞 曹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是的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